民眾黨主席柯文哲政治現金申報不時的風波 從尼奧什勒公司發票開始 一直到最近爆出了用四千三百萬元選舉補助款 購買商辦 但根據週刊報導 柯文哲在大選之後 臨到了超過一億元的補助款 其中三分之一 柯文哲日前表示歸黨中央 但其餘的三分之二 疑似匯了三筆 到柯文哲私人的三個戶頭裡 也發現木可公司在宣布清算之前 曾有多筆七位數字的資金 到私人帳戶當中 其中一筆就是木可 匯出了四百多萬元的專款 到柯文哲的私人戶頭 而出帳名義是肖像使用權 是否借銷售競選小物 從中獲取個人利益 對此民眾黨發言人吳宜萱 有最新回應 一起來聽 柯文哲的這個授權金 是把他的肖像權授權給木可 那這個授權金 也已經作為民眾黨的黨務 跟公益使用 那所以說這一切 都是有依照合約在進行 那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有人刻意 在我們開記者會之前 然後誤導社會大眾的風向 強調目前已經有捐贈給公益單位 未來也會用在黨務上 但也表示不曉得是否有內鬼 把消息給泄露出來 為了 在這次是一件事 稍稍為